陶基群聚疫情升溫 臺南竟有民眾拒賭 不少人沒戴口罩 臺南火車站附近一處大樹下 常常聚集賭客 雖然多次被檢舉 但警方一靠近 賭客就會收起賭具 而但恰巧之陣子 附近的鐵路施工 遠景喬裝成施工人員 偷偷地蒐證 順利逮捕二十八人 大白天不少人聚在樹下賭博 突然一群工人出現 要所有人別動 原來這群工人是緣情假扮 賭客中不少人口罩 直接拉到下巴 也有人沒戴口罩 卻還聚集了二十幾個人 也讓民眾憂心成了防疫破口 警方表示 這一處私人賭場 以大樹當掩護樹 旁放折疊桌當賭桌 每天都有賭客上門 多次被檢舉 但看到警車就收起賭具 正巧最近鄰近大樹旁的鐵路 在施工 原警假扮施工人員秘密搜證 成功逮到二十八人 一席人被依賭博罪送辦 而賭客沒戴口罩 也恐怕違反反染病防治法 衛生局表示將等遠景將佐證資料 盤文給局內後逐一查證 若賭客沒戴口罩行為屬實 將罰三千到一萬五千元 記者王庭許正俊還能報導